大家好,我叫呆萌 在台湾宜兰南方奥鱼港 2023年6月13日 有渔民捕获一条重达800公斤的哥布林沙 附中怀有六尾幼沙 是国内发现最大的哥布林沙 原本要卖给餐厅 台湾海洋艺术馆、海艺馆及时收购 将制成展示标本作为海洋教育教材 哥布林沙又称欧式建吻沙 欧式坚吻沙 是坚吻教科下唯一的现生物种 身体呈粉红色 皮肤是半透明 体长最大可达5.4至6公尺 约有1.25亿年历史 它的吻向前凸起 形成一尖图 以此感觉猎物 不过也形成看起来十分苦闷的表情 这种鲨鱼西西于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 一般在水下约250公尺深处 直到1995年才在日本海域被发现 据统计 日本人在5个月内大肆捕捞进200条哥布林沙 导致他们差点面临灭绝危机 2004年 哥布林沙限宗次数大幅减少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立即展开保育计划 将其归类为低维物种 禁止全球捕捞 索性由于天敌较少 也很少被捕获 推断没有灭绝可能 目前已被分为无为物种 联盟指出狩猎 意外死亡 水污染会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渔民2014年4月19日 在墨西哥湾捕虾 也捕获被称为史前骑兽的哥布林沙 渔民表示他们将雨网放入2000尺 约610公尺深的海中 说往时不仅捕获仙虾 还捞起有着邪恶尖崖的哥布林沙 幸运的是 这只紧拍照后便将它放生 直至两日后 才向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报告 这条哥布林沙约长18尺 约5.5公尺 有着看起来极度危险的锋利牙齿 全身呈现粉红色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 鲨鱼专家约翰卡尔森 川卡尔森非常振奋 认为这是条母鲨 他同时表示 这是墨西哥湾有史以来 第二次发现哥布林沙 距离上次发现已经十年 这种罕见鲨鱼出现在日本 印度洋及南非周围海域 由于太罕见 科学家对它们的了解非常有限 甚至连它们可以活多久 和长到多大都不清楚 但已知这种罕见鲨鱼 在水中会呈现黑色 让它们在深海中几乎隐形 避免被掠食 长鱼吻则有感应器 在看不到 听不到的海中可以找到猎物 它们是以在齐吻的电子敏感器官来侦测猎物 一旦欧式坚文娇发现它的猎物 它们突然伸出奇恶 以向舌头的肌肉来将猎物戳入前尺 它们会吃深海石头鱼 头足缸及甲壳类等猎物 据记录片鲨鱼舟的记载 欧式坚文娇上鹅出射速度达到0.16秒 是目前鱼类捕食的世界记录 哥布林莎通过鹅周边的肌肉来维持上鹅 使其能够在出射时不脱离口部 当收缩时 外观就像是一头粉红色而长吻的沙虎沙 由于属于古老的鲨鱼家族 可称为活化石 现在一些收集者 喜欢搜集欧式坚文娇的恶骨 价限借乎1500至4000美元 以上是我对哥布林莎的解说与介绍 如果有误 欢迎下方讨论 谢谢 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不要错过我的最新影片 我们下次见